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月理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大家好 袁先生,現在始終我們還是圍繞著 新冠病毒疫情的情況 其實由初初公佈到 第二十月到現在大約五月尾 都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看到全球各個地方 有些已經覺得控制穩定了 有些地方又好像繼續陸陸續續有爆發 而且又不斷地在這裏 都還是說 有些事說要繼續封城 但有些在經濟的角度上 都不行了 一定要開放整個城市 還有全球的經濟 其實當中可能就是包含了 新冠病毒的測試問題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究竟 這個人是否患病 是否帶菌者 在網上或者我們在新聞上 都看到很多時候 關於測試的問題 香港也有一些患病者 初初是陽性 後來又說 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變回陰性測試 之後又說復陽 又測試回陽性 究竟那個測試出來是陽性 是陰性 是代表患病、帶菌 還是怎樣 聽聞好像在最初爆發 新冠病毒的城市武漢 聽聞他們好像 科學家、醫生 都想多拿一些資料的數據 就好像想進行一個很大規模 甚至幾百萬人一起做一些測試 拿一些數據出來 分析究竟這個新冠病毒 究竟那個問題 或者是怎樣 其實袁先生 可不可以幫你解釋一下 究竟做這些測試 那個結果 出來的效果 我們應該要怎樣去解讀 怎樣去看 究竟什麼陰性 什麼陽性 是代表什麼 是代表什麼 因為我已經聽到 有些人說 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沒有事 有沒有中過招 自己去找個地方 問我們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做測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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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在心目中 想著 如果你是測試是陰性的 好像很安樂 對 很安樂 如果你是測試是陽性 其實他就很羞恥 有這個問題 但是當然有些人都有點好奇 是 到底是怎樣 我又沒有什麼病徵 是吧 我到底是不是已經 已經中過招 而好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所以有些人這樣說 有什麼地方去去測試一下 好像貪得意這樣 去測試一下 現在你可以看到 世界各地已經是 醞釀得很混亂的情況 嗯 有時候好像好了些 然後又有些 可以這樣說 都是未曾掌握得到的 是 所以有些國家 包括武漢、中國在內 不如索性做一些大批的測試 嗯 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下 是 到底這個新冠病毒這個疫情 那個走勢是怎樣 是沒錯 那就是有這些事情去做的 嗯 但是問題呢 其實很多人對這些這樣的測試 那個認識的真相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 好了 那很幸運 我們在網上 我們經常都不斷接收很多的資訊 那其中最近在 今年5月20號 那我就收到一份資料了 那這個資料呢 那個作者呢 是Dr. Sherry Tam Penny 那她是一個 一個Do 一個Doctor of Osteopathy 就是美國來講 是一般的普通西醫 那這位 Sherry Tam Penny 其實我們很熟她的 因為呢 我們陸倡健康電呢 有很多她的書籍 還有很多她的那些錄音帶 是 因為她過去呢 就是在那個疫苗那方面呢 是發表過很多的資料 嗯 那好了那今次呢 這篇文章呢 都是她做過Editor的 就是編輯了出來的 那這個是值得和大家可以好好地分享一下 嗯 那她這麼說呢 她說呢 原來呢 我們第一次發現那個 就是人類的冠狀病毒呢 就是1965年才發現的 嗯 那發現呢 那這個冠狀病毒呢 就跟那些 即一般那些雙風呢 是有關連的 那就是可以這麼說呢 現在一般的上呼吸系統的問題裡面呢 啊 冠狀病毒的 啊 啊 是有關的 是大概佔15-30% 那你記住 那你記住 就是雙風感冒呢 其實都是很多 跟冠狀病毒有關的 好了 那當然呢 為什麼叫做冠狀病毒呢 因為她的外貌呢 就好像一個皇冠那樣的 啊 好了 那現在目前我們知道了呢 就其實呢 有 36種的病毒 啊 在這個 在這個 家族裡面 那這樣 而在這個 群組裡 這個家族裡面呢 有四種的 常見的 病毒呢 就是 過去呢 是影響我們 人類呢 六十年來呢 就是感染過人類的 嗯 那大家記住一下 就是有36種病毒 而其中呢 四種比較常見的 都是基督冠狀病毒 就是過去呢 影響我們 就是引起我們很多的 呼吸系統的症狀 而過去呢 有三個 所謂叫做 世界性的 流感 都是跟這個 冠狀病毒引發的 那就是我們 第一個就是我們 沙士 嗯 2003年的時候 那跟著是 MERS 是中東的 那個 呼吸綜合症 呼吸綜合症 那現在就 搞出那個 叫做 沙士 COVID-2 就是我們 我們叫做 COVID-19 其實都是跟那個 沙士有關的 好了 那我知道了 現在 就是 開始呢 就出現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叫做 COVID-19 其實另外一個 比較科學一點的 名字呢 就是叫做 SARS-COVID-2 意思就是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2 那這個是一個 正確的 的名字來的 好了 叫做SARS-COVID-2 好了 那通常呢 它有些什麼 症狀呢 那通常呢 就會 引發發燒 咳 胸痛 那個氣速 還有呢 是很多其他的症狀 都 形成這個 所謂 叫做 新冠病毒 19 的病 的 好了 那在美國 在美國很特別 在美國呢 我講回美國的情況 因為美國有很多 相關法例 很多人都不太知道的症狀 那在 特朗普呢 就在 那個 1月31日 那開始就說 這個一個 公共危 危害的 緊急的問題 那到2月2日呢 那 就開始 禁閉 中國去的 的遊客 的旅遊人士 那到2月4日呢 那 那 美國呢 就有個 叫做 叫做 The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 這個部門的主管呢 就開始宣佈 就要 採取 一個 一個法例 這個叫做 Public Readiness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ct 叫做PREP 就是PREP Act P-R-E-P PREP Act 那 它叫做啟動 這個法律呢 其實這個法律呢 很多人不明白的 什麼意思是啟動這個法律呢 是 原來呢 這個這樣的PREP Act 的法律呢 原來呢 是 保護那些製造商 即是產品啊 科技啊 新化啊 或者所有的疫苗的製造商呢 是保護它呢 是 不受 不會被人控訴的 就是 如果它有什麼錯誤 有什麼出錯呢 你們是 是受保護的 它是不會被控訴的 嗯 那些製造商製造 有什麼的疫苗啊 或者是什麼東西的 特效藥啊 那些時候 但是如果出了一些 出事的 出事的 有任何很嚴重的製造 都不關他的事了 沒有責任的 沒有責任的 好多人不明白的 所以呢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要啟動這個法律呢 其實呢 保護那些製造商 因為大家都 可能它製造商 它知道的嘛 這些產品 其實很多是不安全 很危險的嘛 尤其是那些所謂的疫苗 對於疫苗那方面 是 所以你想想一下 現在我們不斷在這裏 一定將來要打疫苗 那你有沒有想到呢 如果 疫苗是否真的安全呢 我們是不會知道的 因為呢 那製造商 為什麼會去做呢 就是因為政府已經擔保了 承擔那個後果 那它才敢做的 要不然它們當然不敢做的 因為那個問題 是啊 即是有一個商機在裏 沒錯 但是如果沒有人做這個 豁免的時候 我又要找一些病人 或者找一些志願者去試的時候 出了一些什麼問題的 我又要承擔這個責任 那我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呢 那所以你要看到呢 就是 現在一直在這裏宣揚 最後最後呢 我們的解決方案呢 都是要打疫苗注射 那樣 其他方法呢 都不行的啦 這個新冠病毒呢 和以前那些冠病毒呢 不同的 就不會呢 就感染了就會終身免疫啦 它是未必的 那就是講完這些事情 那雖然呢 人類歷史上過去呢 所有這些這樣的病毒性的感染呢 你感染了呢 都是終身的免疫的 那當然不擔保呢 有第二種病毒出現嘛 是變種啦 因為病毒變得很快的嘛 那些病毒變得很快的嘛 那但是 而過去呢 事實上呢 是感染過的人呢 是一定有終身免疫的 OK 那所以現在就開始 就是講完這些 未必的 不知道是不是的 這樣 那唯一呢 就要靠打針啊 不要說了 打針這個問題呢 大家都嚇一嚇先 是啦 好了 那除了這個打針之外呢 我當然呢 就經常要強調呢 就是那個要做測試啦 很多人都說 到底有沒有病啊 是 那除了你有那個所謂 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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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症狀 一般感冒啊 症狀都是這樣的嘛 是吧 那一般的感冒 你怎麼分辨呢 誰知道是一般的感冒呢 還是新冠病毒的感冒呢 是啊 這次還要很多是說 沒有病徵 症狀 整天現在大家 就是引起恐慌的 就是說 坊家是有很多是 沒有病徵的人士 而 不知道什麼情況之下 做過測試 就說原來他是陽性啦 這樣 簡單來說呢 我們都要知道 你不能夠 由一個臨床的症狀 不能夠準確去判斷呢 他這次的感冒呢 是不是跟新冠病毒 就是這個特別的 SARS-CoV-2 是引發的嘛 是 所以唯一的辦法呢 就是要去發展一些 測試 測試 是不是呢 好了 就是有問題啦 不準確啦 就是有很多的 就是陰性的樣本呢 都呈現出陽性出來 那才發現這個是 不行啦 就是不用得啦 那當然呢 很多國家呢 大把 數以千計的 那些測試的儀器呢 那些工具呢 就從中國大陸買了 買過去的 那也都發現呢 有些呢 有些呢 測試的那些工具呢 是發現有感染過 已經感染過 這個SARS-CoV-2 那些病毒的喔 是 那好啦 那如果他本身已經有這個感染的時候呢 那就是麻煩了 那你測試的時候呢 到底那個人 是不是真的陽性呢 是吧 那有些有陰文路這樣說 他說 希望你個個都是 說你是陽性的 是 那讓些人害怕嘛 是 就是這樣 當然這些都是說的 是 就是醫的陰文論 想詆毀中國的 那些全部都已經是有這個病毒在那裡的 你測試一萬個 一百個 十萬個 一百萬個 一千萬個人呢 都是陽性的 所以你們的患病人呢 就遠遠比中國多啊 是啦 那就是有些這樣的說法 但當然呢 這些都是未必應認實的 那就是說呢 其實很多很多這些 測試的工具裡面呢 不論國家你有做的 是 那當然啦 我們還要 為什麼我們又說要 就是要用測試方法來跟蹤一下呢 那 其實就是他想試一下 到底我們現在正在做那些封鎖的方法 OK 就是叫你在家裡不准出來 是 還有社交距離的方法 叫你戴著那個 口罩 那 口罩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的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那個感染的那個 那個數字呢 就是拉平了它 其實現在都是這樣做的 那他說 我們都知道很難去控制它們的了 很難去控制這些流感的了 但如果你不做事呢 如果流感爆發得太嚴重呢 那它那個測試呢 那它那個測試呢 是 那麼我們都 我們那個那個 那個醫療的措施設備呢 是沒有辦法處理得到 嗯 那所以我就做這些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但是其實你也看到呢 看回那些不同地方 不同時段 發生的那些 那個病例那個測試呢 其實可以這麼說呢 現在最近已經知道 越來越多了 我們網上也看到很多了 其實發現呢 跟一般的感冒其實沒有什麼分別的 都是來一來之後呢 有些人爆發之後 跟著就慢慢去 那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程度的 但是那個測試都是一樣的了 OK 那好了 那它都想著一下呢 可能我用測試的方法 那可以呢 就是可以 可以準確一點 是吧 就是到底是 多少人是真的有事 多少人是沒有事 那那個測試呢 那那個測試呢 根據這個了 就是不要根據病徵了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有病徵 有些人完全沒有病徵 好好的好的 所以你根本都不知道呢 你這些所謂隔離的方法呢 是否真的真的有無效的 好了 那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所以很多人呢 在美國呢 好像到3月那時候呢 已經差不多過了一百萬人已經做了 到5月9日呢 就是受了測試的人呢 已經是超過了 八百七十萬的 OK 好了 那通常的測試是怎樣呢 有不同的方法呢 一種就是用棉棒呢 就在這個 鼻哥的那個通道那裏呢 去刮些東西出來啦 那也都有一些呢 就是比較用一個 就是長的棉棒呢 那麼就伸伸到鼻哥 伸伸到那個喉嚨背後那裏呢 去拿些樣本回來的 OK 那也都有一些厲害的那些呢 其實是去你的知氣館那裏去拿的 去抽些痰啊 或者是那個糞便的 那我知道有一個人在香港都說過 他走去做這些測試的時候呢 他說挺辛苦的 因為有些人塞到那個 進去支氣館去掛呢 其實都是痛的 挺恐怖的 聽下去都 是啊 那好啦 那也都有一些說法呢 就說呢 我們應該呢 就是要全面呢 就是硬性規定要做這些測試的 那這樣 那好啦 那這個是一個 就是可以這樣說呢 他就說在華盛頓州裏面 那個有Governor Insley呢 就說呢 如果那些人呢 是拒絕啊 做這個測試 或者被我們做那個追蹤的活動呢 我們就不讓他出街 連買蔬菜買食物都不准的 那這種情況呢 就說是靠家人了 那就是你都恐嚇他們 就是如果你不乖 你不做的話呢 那這樣 好啦 那當時呢 都要測試了 那他們開始說 那就是不能夠 就是抽樣測的 那先看看 首先 首先 有哪些人要做這些 進行這些測試呢 那在5月8日 2020年 就是今年8日 那時候呢 那他說呢 有些特別的 就是排序的 OK 那 那當時呢 最高的排序那些人呢 就是 什麼人測呢 就是醫院的病人有症狀啦 是吧 或者呢 在那些 在那個看護醫護的地方工作者 或者是那些 居住的地方 或者是第一線的照顧的人員 有症狀 OK 就是有症狀的 或者呢 有些人呢 是住在長期那些 康戶的那些 那些 那些老人院啊 啊 或者是那個 那個 囚犯啊 啊 或者這些是那些 那些 那些被護所 有症狀的那些人 那當然呢 第一批一定是這些人 就是有些症狀在這裏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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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說什麼症狀呢 就是說呢 會有 發燒啦 咳啦 氣喘啦 OK 那些人怕症狀啦 肌肉酸痛啦 OK 或者呢 突然之間呢 感覺到美國的臭角沒有了 或者吐啊 吐啊 吐啊 喉嚨痛啊 這些這些 這些所謂的症狀 OK 那好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說呢 就是 所謂沒有症狀的人了 OK 就是沒有症狀的人了 那什麼情況要做呢 其實呢 都是視乎每個州 每一個當地的自己的計劃而已 那就是說呢 其實呢 其實是沒有準則的 是 如果某個地方的政府 認為你要做 個人要做呢 那你都要去做的啦 好了 那當然有些人說呢 這個是侵犯我個人的權利啦 就是沒有一個政府 可以強行逼一些人呢 是進行某種的醫學程序的嘛 嗯 這個是在外國的 美國憲法寫得很清楚的 那所以很多人呢 都用這個的條例呢 講出來 那當然呢 很多人講這件事 反對的做法呢 不是盲目地反對的 因為呢 實在呢 是很多很多新的資料呢 已經顯示呢 我們現在所做的封鎖方法啦 做的很多這些這樣的措施呢 其實呢 是沒有幫助的 對疫情沒有幫助的 如果你已經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啦 你強行封鎖 是將那個所謂那個 所謂那個感染人數呢 是強行按低一會兒 但是你不可能長期的嘛 你絕對沒有一個 可以長期的封鎖 那如果你放出來呢 那它又有大把打 有的 所以很多這方面的講法啦 很多方面的數據呢 已經可能很質疑呢 我們封鎖其實是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其實是不是壞處多個好處啦 好啦 先講講呢 即是我們的測試 那如果你測試呢 如果你測試了陽性呢 即是 即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陽性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即是說你馬上真的有病呢 好啦 那我先看看呢 我們測試有幾類的 那有一種呢 就叫做RTPRC 簡單來說呢 PRC呢 是叫做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是一種聚合母連反應 那這一種的PCR PCR呢 是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聚合母連反應 那它這個是一個很 即是一個很 很準確很 很specific 知道嗎 就是它是針對某一種的病毒去測試的 那 還有呢 這個PCR這種的測試方法呢 可以找到呢 某一個病毒群組的家族裡面呢 是某一個的病毒 那就是在家族裡面 有爸爸媽媽 是 有小子有其他生殖之類 是 那它就可以呢 在個別性呢 可以找到是哪一個人的 即是很specific的 是很specific去做的 是很specific去做的 DNA Virus 即是叫做脫氧核糖核酸 那種的病毒 那但是我們今次這個 SARS-CoV-2呢 這種的病毒呢 是屬於叫做RNA Virus的 是屬於核糖核酸 就不是脫氧核酸的病毒 那就是說呢 這種的測試呢 是不是用來 測這個RNA的 那所以呢 要去做這件事呢 它就要用很多的步驟呢 是將這個基因的物質呢 那樣本的物質呢 是要放大很多倍的 放大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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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千倍萬倍的樣子 都放大它 所以叫做Magnify 那它用一種的方法呢 叫做RT Reverse Transcription 的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即是一種叫做逆轉六媒 Reverse Transcription 這種這樣的技術呢 來幫助我們呢 去認到SARS-CoV-2的病毒 那這個非常複雜 這個過程是非常複雜的 那好了 問題是這樣 如果 用這種方法去發現 如果你發現你的鼻孔 或者你那個血液的樣本呢 是有少少那個RNA 就是少少剪斷了一一塊 就是細細粒的 在那個RNA 一個細細剪斷了細細塊的RNA 那個核酸核酸核糖呢 在這個病毒呢 當然啦 這個方法是可以找得到出來的 那 那當然呢 就顯示呢 很大機會呢 這個人呢 曾經呢 就是 接觸過 接觸過 這個SARS-CoV-2的病毒 但是 你記住啊 很重要啊 他說呢 就算這個陽性 這個RTCPR的方法 陽性呢 不是代表 一定是代表 你一個完整的病毒是存在的 嗯 你記住 因為呢 這種方法呢 是令到病毒不是一塊 不是一個病毒 是病毒裡面已經切碎了的 病毒一份子的 OK 那好了 那這個不是代表 你是真的 發現了一個 一個完整的病毒 在那個樣本那裡的 那 如果我們要這個病毒 能夠傳染到病呢 這個病毒 一定要完全 就是 完整無缺之下 去進入那個人的身體 才可以製造 那所以呢 這個這樣的測試呢 其實呢 不是代表 是這個人受到感染的 記住啊 就算這個陽性 也都不能夠等於 證明到 這個人呢 是真的受到這個病毒的感染的 是 OK 好了 那還有一樣東西了 就是 就是 或者首先這個問題呢 那還有一個問題呢 原來那個時間 那個時段 很重要的 那 他說呢 原來這個RTPCR 這個測試方法呢 那個陽性的那個 那個機會呢 是隨於 時日呢 時間呢 是 慢慢你越來越 越減低的 嗯 所以說呢 你有症狀 OK 譬如這個 譬如鼻哥來做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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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的樣本 這樣 他說呢 如果那個病人呢 即是第一天 即他患病第一天 你去測試呢 他的陽性機會呢 是有94%的 嗯 但是你去到第 去到 到 到第十天呢 他就已經跌到 67%的 嗯 那麼 那到最初31天呢 那麼這個差不多呢 只有2%的機會呢 你是測到 他那個是陽性的 那就是說呢 陽不陽性呢 是 要視乎呢 他那個病人呢 是 就是患病的時間 OK 那麼當然呢 我們都經常這樣看到 就是如果是 就是 通常他測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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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初初就是陽性 那麼慢慢慢慢就 就慢慢的 你陽性的機會越來越少的了 如果喉嚨的樣本抽試呢 那個時候呢 即是零日 即是那個 第一天 即是出現的時候呢 你那個 那個 那個 陽性的機會呢 是88%的 到第十天呢 跌到47%的 到第十天呢 你剩下1%的機會呢 你是測驗到 那個是 那個陽性的 OK 那麼換句話來講呢 即是 如果你距離那個 症狀出現的時間 越長呢 你那個 很大機會呢 你的測試呢 就會變了 就是那個 陰性的 嗯 OK 那麼 也都有一些人說呢 就可以重複地來測試的 那麼有時候呢 很可能呢 陰性呢 也都會變成 看到那些 那些 那些病毒的 但是第一 這個是不是很實際 那 還有呢 也都發現呢 它那個結果是非常之 就是混淆的 就好像你說的呢 很多時候呢 就初頭是陰性 跟著變成陽性 跟著變成陰性 跟著變成陰性 這個很視乎呢 我們的身體的免疫系統呢 是怎樣清除 這些冠狀病毒感染 以及呢 是慢進那個康復那個路程的 那所以這些這樣的東西呢 其實可以這麼說呢 是很混亂的 其實都是不清楚的 而那個FDA呢 食物藥物管理局呢 自己都承認呢 用這種這樣的 RNA 就是去測這個 RTPCR的方法呢 是不是代表呢 這個人呢 是真真正正的呢 是受到感染的 嗯 OK 好了 那 常見所講的 是講陽性 那陽性呢 都會一直這樣 感染的時間慢慢變的 嗯 好了 但是如果你用這個方法呢 是測到呢 你是陰性 應該沒事啦 如果是這樣講 RTPCR 那就是COVID 但是陰性呢 其實是不是代表你已經OK的了 你可以上學呀 上班呀 可以旅行呀 是的 或者呢 是 你那個所謂那個 感冒的病徵呢 那個病呢 其實呢 是可能由其他的病毒引起的 我曾經說呢 是有四類的病毒 是過去六十年來呢 是在地球上呢 是在運轉的 那就是很可能呢 其實你的病呢 是 不是這個 COVID 是另外一些這樣的病 那就是不是代表你沒有 沒有 你也有的 OK 但是也都可能去呢 雖然呢 你測出來呢 是陰性呢 但是你仍然都有感染的 嗯 那只不過呢 我們現在的 剛剛這個測試方法是 測不到啦 嗯 那也有很可能呢 就是 就是收集樣本的時候呢 是出錯 或者做得不太好 那可能就呈現了那個陰性 也都可能呢 你是從來沒有接觸過的 OK 你沒有接觸過的 那 好了 那你沒有接觸過 那是代表呢 你仍有機會呢 是容易感染的 嗯 所以你是不是需要繼續受隔離呢 是 所以真的是 是很難去 去做這個判斷 就算你的陰性是這樣的意思呢 好了 那這個就是用那個PCR RT-PCR的方法 那接著呢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呢 是用那個血清測試的方法呢 多過成二百多種的 那通常測什麼呢 是測那個抗體 OK 就是無數的東西 那通常有兩類的抗體 就是 看你有沒有受過感染 第一個就是Igm和IgG 嗯 那這兩類呢 那很多時候呢 開始都聽到一些人這樣說呢 我們可以去研發一些是家庭裝的 家庭用得的 是的 那有沒有搞錯呢 這個的所謂家庭裝呢 不是代表你驗人的那些 懷孕的那些測試 或者是驗血糖的測試的 其實呢 那些樣本呢 不是可以讓你家庭用得的 那通常呢 就要送回去那個實驗室那裡呢 有時候可能要幾天的時間 OK 那所以呢 就是 不是說真的在家庭可以自己做的了 如果有的話都是 好了 那第一個抗體出現呢 就是Igm了 OK 那通常呢 就是出現的時候呢 是當你的身體一受到感染呢 這個Igm這種這樣的抗體 就會出現 就是代表呢 你現在是有一種急性 或者是正在感染了的 OK 那但是呢 這個Igm這個水平呢 都會呢 隨著你那個感染呢 一路一路被消散呢 是一路一路降低的 OK 那好了 那在現在的那個食物藥物管理局呢 他都承認呢 他都不知道呢 這些這樣的Igm這個的抗體呢 是會 就是 留在那個身體呢 是會幾久的 就是他只不過呢 他有的是 代表你是 就是剛剛是急性的感染的 OK 那另外一個就是Ig了 這個抗體呢 就更加困難了 就是這個抗體呢 他只不過顯示呢 你過去呢 是曾經受過感染 嗯 但是呢 他沒有說 說不出呢 到底你的過去的感染呢 是不是 因為那個SARS COVAG2 就是你是不知道的 OK 或者可能 其中的四種 是其中一種的 一般的感冒那些 那些病毒 那所以呢 那IgG測出來呢 根本是測不到的 那就是說呢 抗體那方面的那個 測試呢 就不像那個RT、PCR 是很針對那個病毒 這個是只不過呢 你曾經有那個感冒的感染 但是這個 是不是那個冠狀病毒呢 根本是沒有辦法知道的 OK 那所以呢 所以你看到呢 是那個是 非常之混淆的 好了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呢 現在那個CDC 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呢 曾經呢 就講關於這些 這樣的抗體的測試啦 那他說呢 如果你是測試 這些抗體的測試 是陽性呢 那就是說呢 你呢 就是 我們是 曾經 是 曾經 受過這個 SARS、COVID-2的感染 或者呢 是相關的 冠狀病毒 OK 即是不一定是這個病毒的 是 就算這個 是正確的話呢 那我們也都不知道呢 這些這樣的抗體呢 是否可以呢 是 令到我們呢 是有免疫的 是可以 是可以 不會再受感染的 OK 那就是說呢 在這個階段來講呢 我們 就是 這個是 那個 政府 CDC那裡呢 都說呢 我們都不知道呢 這些這樣的抗體 是否代表你 是對這個病毒 是有免疫的 OK 好了 那 如果你是 沒有症狀的話呢 那你當然呢 你是沒有那個 就是那個 感染啦 所以就不需要再跟進啦 那這樣 但是呢 也都有機會呢 你是 就是 你是 陽性 對那個感染 就是你的抗體 是出現陽性的 但是你是沒有任何的症狀的 OK 包括那個 那個 冠狀的那個症狀呢 那這個就叫做 所謂的 是什麼呢 是沒有症狀的 的陽性 那你可以經常聽到 很多很多這些人 是 對 那那個陽性 就是 測試的陽性 但是它沒有症狀的 那其實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個意思就是說 是你的人的免疫能力強咯 絕大部分人都是免疫能力 如果你加強了呢 你是不會受到感染的 有些人說呢 然後一百個裡面 如果大部分可能九十九人呢 接觸到都不會有病症出現的 OK 那就是說呢 任何這些這樣的抗體的測試呢 都不能夠講清楚 你現在是不是真的有 這個病毒 這個病毒 是 曾經染過或者是嗨過或者是怎樣 但是都不敢肯定說 現在是不是有 好了 但是如果你的測試是陰性的話 一說陰性 那又代表什麼呢 那如果你的測試是陰性 即是沒有抗體出現的陰性呢 那就是說很大機會 你是沒有受過感染 但是呢 你也有機會 你現時是有感染的 因為為什麼呢 抗體很多時候 是需要一個星期到三個星期感染之後 醞釀一個星期三個星期 才會出現的 嗯 那所以呢 整天都是幾個問題 是啊 即是不停不停地測試 才知道有沒有的 更慘 像那些糖尿病人 每天幾次測試過血糖那樣 那你可以看到 報紙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這個人呢 以為是沒事的 就說他走了出來 接著一段時間 又說測試有事 又說陽性 那所以呢 因為有些人呢 可能是更長的 一個星期三個星期 有些可能更長的 所以現在整個人說 隔壁14個星期都未必夠 哈哈 因為有這樣的問題 OK 那就是說呢 任何的測試呢 根本是不能夠告訴你 你現在是不是因為 那個冠狀病毒而患病的 嗯 OK 好了 那就是說呢 現在那個FDA呢 自己都說呢 他說呢 任何的IgG的抗體 就是感染了之後 康復了之後的IgG抗體呢 是不是代表呢 你是將來呢 是不會受到感染的 OK 那如果FDA這樣說給你聽一下 就算你有抗體也好 對這個病毒有抗體也好 都不是代表你是會有保護 你將來再受感染的 那好了 那你如果這樣說的話呢 那將來你幫人打針的時候呢 那你為甚麼打針 沒錯 都經常都說打出來呢 就希望有抗體出現 都是這樣的指標的 是的 好了 那現在發現呢 就算有這樣的抗體出現了之後呢 就算患病也好呢 那就打針那裡更加 就是一個大的疑問 嗯 是不是會做了這件事之後呢 是會有抗體呢 那所以你可以這樣看到呢 其實呢 就是現在的 整個醫療現在發生的事情呢 真是呢 可以這樣說呢 是烏黏脹氣 根本是完全是 是沒有辦法用它現在目前的 那個想法 就是用那個測試來做跟蹤啊 或者將來希望有疫苗注射呢 是能夠 就是能夠控制它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是根本呢 就是一個錯誤的方法來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那很多人呢 現在數據越來越多啦 那你會發現呢 整體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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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世界上的死亡率呢 大概是1.4%的 那就是說呢 那些人感染了 新冠狀的病毒的死亡率呢 那個康復率呢 是98.6%的 那這個呢 可以這樣說呢 是少過過去的那些季節性的那些感冒 更少過的 那所以是不是 我們是真的應該用這些封閉的方法去對付它呢 那在美國呢 他說很多在維珍尼亞的人呢 那些人呢 已經不再受管制了 是 他都去大蜂擁呢 大眾呢 去海灘那裡了 OK 那在加州有一個城市 叫Edwater 那市長呢 都覺得呢 我們呢 是不會 就是我們這一種叫做避難的城市 就是全部開放的 是 就不理不理那個州長 加州州長說什麼的 那好了 那現在最近那個 說那個 那個 戴口罩口罩呢 是 那Dr. Russell Blaylock呢 已經開始這樣說呢 其實呢 戴這些口罩呢 根本是保護不了 保護不了那些健康的人 嗯 是 就是 感染這些病的 但是還有呢 它會令到那些人呢 是因為戴口罩的養份減低了呢 是出現呢 是更加危險的 的身體的 的危險的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 我們看到的現象呢 就是整個情況呢 和我在2月份早期呢 我已經都和大家 都分享過的了 那整個真正有效的方法呢 其實很簡單的而已 我們不是說 叫人隔離啊 封鎖啊 戴口罩等等 真正的有效方法呢 是增強我們的身體的面 免疫能力 你看一下主流傳媒 從來看都不肯看這件事 OK 那你便用一些最簡單的 那些工具 譬如維他命A 維他命C 維他命D 3 和升 這些很便宜的工具 嗯 那你便給那些所謂高危的人 是吧 起碼叫他們先用 如果你能夠用這個方法 保護自己的 加強自己的免疫能力 就算你中了焦 你都不會病的嘛 因為大部分人都是中焦 而沒有病的嘛 好了 那跟著呢 如果真的萬一有些人 是病得嚴重一些了 真的有病症出現了 其實可以這樣說呢 百分之八十的病病 都是雙風感冒的病症 那我們用雙風感冒的同療劑 是 自然的方法有很多很多的工具 你都可以處理它 那但是到了一部分人 可能出現嚴重一些 可能有少許肺炎 那用肺炎的療劑 那我們在網上 我們已經開了班 在過去已經教了 怎樣運用同療法的療劑 去醫治那個流感 那最近呢 那我也都教了一課 是用那個同療法的療劑 去醫治那個肺炎的 但是呢 現在發現呢 原來這個不是一個 一個肺炎那麼簡單 很多時候呢 它是屬於我們叫做 那個 急性的嚴重的 呼吸的問題 的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 那就是這個治療的手法 也都是不同了少少了 嗯 那最近呢 也都有很多 那個前線的醫生 觀察到 其實呢 那個病呢 是好像缺氧症 好像高山缺氧症 那所以在我們的同療法呢 我就會去想 用那些跟高山缺氧 有關的那些療劑 去處理它 好了 那但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發現呢 很多人患了這個病之後呢 處理得不好呢 那個後遺症 OK 那我們在同療法呢 就會想呢 是用哪些的方法療劑呢 是處理那些後遺症 OK 那好了 在同療法裏面呢 是很全面的 就算你真的有病呢 我們是用很簡單 很有效 很安全的方法 可以治好它 那你看一下 最近呢 在那個 Equador 南美洲 已經有個醫生呢 就說呢 其實呢 他就用那個 Clorine Dioxide 是 那個植物滴住 百分之百二號 是 OK 那就算在特朗普呢 他都說過的呢 就用那個 Hydroxychloroquine Cloroquine 修肥 是70年的歷史的 醫的那些什麼 醫的那些藥質那些 那他說在 有症狀初期呢 你是可以用的 那特朗普呢 聽聞他自己 就當是預防的 來到吃天 那樣 那我覺得呢 未必需要的 我覺得預防呢 就是用營養素 OK 那些簡單的 在我們網上呢 前幾集呢 大家可以聽到的 有很多很多這些工具呢 是加強你自己的免疫能力的 那到你有事的時候呢 你都可以用很多的方法 包括中草藥啊 包括同外療法啦 包括這些 那個 就是 當然那個 那個 Clorine Dioxide 香港未必有人用 那但是呢 其實呢 相關的中草藥啊 同外療劑呢 其實已經是足夠呢 是治療這些這樣的問題 好了 如果我們能夠用一個 有效的方法治療 令到你的死亡率 接近零的時候呢 呢 用不需要封鎖這些 這麼極端的方法 所以我說 現在大部份已經感覺到呢 那個害處呢 是多於那個病毒的 還有呢 他說呢 就算你強行封鎖也好 你一解封呢 他那個 那個 那個疫情呢 又都會出現的了 OK 那直接到呢 是真正呢 群體的免疫出現了 那有一種的想法就是這樣 就是如果我們讓那些人 那個患病 那麼很多人死了 有年紀大的人死了 其實我們跟大家分享過 死的原因就是 我們的醫療的方法錯而已 OK 如果你是用一些正確的方法 不要每個人都用這些 這樣的呼吸的 那個ventilator 去搞他們呢 那ventilator的死亡率 差不多高達80% 是比一般高很多的 那其實你用一些正確方法去醫 是可以很有效的可以醫治得到的嘛 那就是說呢 其實這個現在的 現在的資料越來越明顯呢 是顯示到呢 你強行封鎖是沒有用的 好了 那當然啦 現在的一種想法呢 就是這樣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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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是吧 時間長一點呢 病毒都會變的 是吧 有機會呢 病毒會變變變變變 就殺傷力越來越低了 那就是 是很大機會會發生的 那 其實呢 你可以看到呢 如果你說要用這種封鎖方法 拖長時間 來到處理它 希望病毒去變 那當然是一種可行方法 但是那個代價是非常之高的 是 這個當然是啦 那其實由始至終 由始至終呢 在政府或者傳媒呢 其實就誤導了 誤導了一些市民呢 其實好像早前講過 我以為呢 就走去 相信那個測試 那個測試劑 測試了呢 自己 在陰性又會沒事啊 如果陽性那時候 又想著呢 就說啊 那是不是可以 可以去 及早去醫啊 什麼 其實如果是的 都可以是及早去醫 不過你不是用那些西藥的方法 殘害你自己的身體嘛 所以最終最終 我們從頭到尾講過呢 都是說呢 是怎樣提升自己的身體免疫力呢 才是最終的方法 那不是說呢 等到呢 就是說 現在我呢 如果剛才這樣聽這麼說的 它有醞釀期 又未必是現在 即是測到陽性 都不一定 你現在是有這個問題 或者你測試了陰性的時候 它又有一個醞釀期 難道真的天天呢 天天地去做這個 測試嗎 不是好像真的有滴血啊 還是用心喉那個來測試 那也都呢 有藥廠、製造商啊 那些在這裡傳出來 就是一個商機 說要等到有疫苗 但是大家都觀賞一下 環觀一下 SARS呢 現在距離香港已經是17年了 從來有沒有說疫苗出現過呢 有沒有說過是怎樣 所以其實最終最終呢 都是要大家自己的身體 提升了免疫能力之後 那就不怕遇到這些 一般來說 現在又說什麼 新冠病毒 或者是怎樣的流感 那些東西 那現在剛才 Dr.Tan Penny 他的數據出來都是這樣說 現在的死亡率都是1.4% 當然好像比起 一般那個流感的0.1% 死亡率好像高了很多 但是比起預期之中 世衛他們覺得2-4% 其實現在都不算是一個很高的數字 但是不排除一下 如果各國都繼續用這些方法 繼續用這些 依賴在這個測試裡面 而來理定 怎樣的疫情 相信可能這個數字也會變 找不到答案 他們是找不到答案的 OK 常常這樣說 看現在目前的數字 1.4% 但是其實我們有沒有機會知道 如果是用一些其他有效的方法 那個死亡會有多少呢 是 Equadour那個國家 那醫生要 他試用了一百多宗 用COVID-19 很便宜的東西 靜脈的砥柱 100%好起來 OK 所以我覺得 始終我們沒有這個 我們沒有自由 我們醫療上 我們真的沒有自由 因為沒有自由 我們找不到真相 找不到真相 我們便找不到健康 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希望大家 能夠找到真相 至少香港在網台 都是很自由的 OK 我們可以跟大家 發佈多方面的訊息 希望從中 你可以找到真相 從中 可以找到你的健康 是的 希望大家聽了之後 聽了之後 將你理解之後 自己都發放給你身邊的家人 朋友 去了解多些 希望我們從我們香港 做到這個 大家群體 大家一起群體 去用另一方法 去免除了這個 新冠病毒 或者將來 再不斷不斷 有提升出來的 這些疫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些 正確的方法去處理 最終最終 自己去提升 自己保持自己的健康狀態 是最重要的 無論有測試好 有疫苗好 有其他什麼特效也好 你的身體 是你自己去管理的 如果你不好好的去提升 去做到一個最好的狀態之下 就算有這些時候 中醫都有說 你都虛不受保 就算有的 你的病毒 進入了你身體裡 有什麼 你都不可能 醫治好 或者有其他的後遺症 希望大家 再了解多些 現在這些疫情的時候 大家可以真的過到一個 好像健康快樂的人生 好 今天的分享時間差不多 很多謝 袁醫生和我們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